本县从107年开始就公告 每年的3月、4月、7月、8月 在禁岸一海里内不得使用底刺网作业 但还是有不孝的渔民铤而走险 县政府说将一规定约谈渔民到岸 但保育志工认为规定太宽松 对保育成效有限 画面当中一艘渔船在澎湖捅盘与一海里内作业 用的渔具是底刺网 而底刺网虽然不是全面禁止使用的渔具 不过却有限制的使用 目前就限期和限范围禁止使用 发现渔船违规的保育志工说 国外对底刺网的使用限制很严格 一年只开放短暂的几个月 我们却反过来一年只近四个月 开放的时间是禁用期的两倍 这样的保育效果不会好 内海就是很多鱼的环连地 如果你在做不管是做什么鱼捞行为 它本身就是一个对那个蛮大的伤害 太独的太独的一个渔法 世界目前都在做比较严格的管理 我们台湾已经是很放任了 现在一年像澎湖一年才管制个四个月而已 那管制的时间又没办法做落实管理 那个执法管理的话 那就更糟糕了 那个所以我们台湾那个华力已经非常不作严 如果我们再不那个执法再不彻底的话 那真的是那个我们的海洋保育怎么会有效应呢 政府也表示 底次网禁止于三四月和七八月 在一海里内使用 为的是保育近海资源 对于被检举的渔民 农育局会进行约谈 若确定违规就会开罚三到十五万元 接获资工队通报 有渔船在本县的统盘与附近海域进行次网作业 那本案呢将涉及违反本县底次网禁于其禁于区有关限制事宜 那这案规定呢是指说 在拒案一海里内 每年的三四七八月 不能在本县的拒案一海里内布放底次网 那本案呢 可处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之罚款 本案将以涉及违反此规定 那含请船主进行陈述说明 澎湖的海洋因为渔具的进步 资源逐渐的枯竭 官方对于特定的渔具的禁用也一直在献说 只是资源越枯竭 总是有渔民 越是想尽办法要增加渔获 不惜把禁用的渔具也拿出来用 最后伤害的其实还是渔民自己 记者陈荣誉报道